政府即日起开放四个区域检测中心 让曾到过陈吐生医院探病 或是有可能接触病毒的公众 免费接受检测 有中心从早上开始就出现了长长的人龙 排队时间长达四五个小时 也有人到场之后才发现名额已满 必须要改日再来 来看记者陈思荃的报道 其中一个检测中心 坐落在红帽桥大桥小学旧校舍 门口两侧一早已出现人龙 右侧队伍是从事高风险职业员工 或进行定期检测的客工 左边则是让曾到陈吐生医院探病 或和病患去过同个场所的民众排队入场 目前是下午大约一点多左右 也是正值烈日当空之时 而这个区域检测中心外呢 依然有长长的人龙 当中复乏许多的年长者 那很多人从早上九点开始 就已经在这里排队 那到目前已经排上了四五个小时 只为了进行检测 应该事先安排好 就是说每天大概多少人 他们发短信的时候 应该分批队伍太长的时候 他们说那些已经排了两个小时了 请他们回去明天再来 所以对那些已经在排了两个小时 有些是特别拿假期的 来说应该是不公平的 如果你不是准备好的话 就我们就很麻烦了 很辛苦一直在那边等又热了 非常多 排到很后面去 过后来的人应该都没有号码了 要尽快确保自己没有确认 位于新明镜的检测中心 同样出现人潮 也有民众觉得队伍太长 决定到诊所检测 据记者观察 到了下午三点多 中心外依然还有人潮 一些人专程从远处到场后 才被告知名额已满 被拒于门外 未经许可,不可能是突破八户 啦 或许可,不可能是推出